好,我們大家看 好,我們大家看 260 62月 63月 好 早上是講到 惡法有兩種 其實 他最主要的是在告訴我們 我們的煩惱 世間一切的來有 主要是因為 有情 及各國土世間 五運世間這個 為什麼會有 重點就是 極滅未犯禮 重點是這個 這有一個問題 怎麼判斷自己 有沒有在修行 他說 文師修的過程 文師修的過程 是有在修行嗎 一般人來說 他對修行的定義是不太一樣的 比如說 我們以前的觀念就是 念佛拜佛 誦經持咒 這個是在修行 看書算不算修行 一般不算修行 最常見的 就是說 以前我讀佛學院的時候 那麼很多人會說 你們是學術的 我們是實修的 就是實在修行的 那你們只是搞學術的 就是做研究的 那我們不是做研究 我們是實修的 是實際在修行的 那這種觀念是很大的錯誤 他認為修行就是 就是 有一些具體 比如說你 誦經拜禪 你拜法華禪 然後 你拜大悲禪 那你 這個打坐 那你持戒 這個都說是實修 實際在修行 實在在修行 但是佛法 佛法的修行的觀念 那麼 這個 他基本上是一種 我們說修是修正 就是 透過 透過你身心的某種 運作 運作 讓你 讓你可以 離苦 因為佛法的最終目的是在離苦 那麼 講高尚一點的就是 成佛 不只是解脫 不只是解脫 而且是要讓大家很多人都因為你的解脫而解脫 那基本上這個是所謂的 所謂的 稱佛 如果從佛法的核心來看 目的 就是你怎麼樣到達目的 這個過程就是修行的過程 就是說 修行他都有一個宗旨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你為什麼要學佛 你為什麼要出家 你為什麼要念經 你為什麼要念佛 那麼 這都有一個目的 這個目的就是什麼 宗旨 就是說 你今天 你今天 學佛 是為什麼 你可以不學嗎 那麼 如果可以不學你為什麼要學 學來對你有什麼好處 你學佛的目的是為什麼 這個叫做修行的宗旨 那麼 所以修行的宗旨裡面從佛法來講 就叫做修道 就是道 那佛法裡面的道基本上就分三種 人天道解脫道菩薩道 這個就是修行的宗旨 那從佛法來看 就是 在家出家 那心學久修 他基本上不離開這三個目的 那當然你說 那我沒有 我都沒有 我只是無聊 我有空 所以我也不知道做什麼 我就來學佛 當然也有人這種的 就為了打發時間 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就是說 修行的宗旨 就是說你修行的目的 不外乎這三個 人天道解脫道菩薩道 人天道就是說 我希望透過學佛 讓我的生活 變得好一點 現在的生活可以 變好一點 未來的生活 可以比現在好 或是未來可以延續現在的好生活 或是未來可以改變 現在的生活 讓比現在的生活更好 那 這個基本上就是 人天道 就是真上身心 就是說 我希望透過學佛 修行這件事 不管你的修行的定義是什麼 他都有一個宗旨 叫做 修行的宗旨 那這個宗旨不離開 所謂的 人天道解脫道菩薩道 那麼 每一個 每一個不同的目標 它有一定有不同的方法 跟不同的時間 你要蓋一棟101大樓 跟要蓋一棟五層樓 跟蓋一個草房 那是不一樣的 但是你都是蓋房子 那你要到 國外 到外縣市 跟 跟到 不同的區域 那又不一樣 所以 你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它背後有一個動機 有一個宗旨 所以修行的宗旨 那每一個宗旨 之所以 你能夠到達 它有一套理論 所以修行基本上 第一個就是 你要先確定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那這個佛法叫做 發心跟立願 你發什麼心 那麼你立什麼願 你發什麼心 立什麼願 你的意願是要到哪裡 為什麼要做這件事 像你吃飯 很簡單 你為什麼要吃飯 因為我會餓 因為我身體 我要活著 沒有飯 我會餓死 我沒有營養 類似像這樣 那麼 那如果說 你為什麼要吃三餐 因為三餐我才夠 如果兩餐夠 那兩餐也可以 如果一餐 一餐也可以 如果不吃可以 那不吃可以 我就不吃 因為吃要花錢要花時間 但是我不吃不行啊 所以 他做這件事背後有一個目的在 那我們 我們現在為什麼學佛 為什麼修行 先講目的是做什麼 我們就做三個原因而已 解脫道 人天道解脫道 菩薩道 好 這個是修行的宗旨 如果是人天道 那要怎麼修 我才可以 讓我自己現在 或者未來過幸福快樂美滿的日子 人天道就是 我希望我透過學佛 學佛是一個概念 學佛要修行 尤其是念佛 尤其是拜佛 也許是拜餐 尤其是聳經 不管 我希望我透過學佛修行這件事 能夠讓我過上 幸福快樂的日子 那這個就是人天道 就是真上身心 我們寫一下好了 把這個問題處理一下也好 其實這個很多人不了解修行的定義 佛法它不外乎是這樣 它的宗旨 基本上就是人天道 解脫道 菩薩道 不外乎是這個 那展開來就是我們說的五稱共法 基本上是這樣 佛法講的不離開這個 解脫道 解脫道 人天道是為了 就是人跟天 人跟天 它不一樣 但差不多 就同一個類別 那麼 人天道是為了過上幸福美滿的日子 多幸福多美滿 看你多努力 就這樣 一樣 你要一個月賺多少錢 看你做什麼工作多努力 這些人是看個人的 那你要多幸福多美滿 那就看你修行的程度 那這個修行的定義是什麼呢 就是五戒十三 你發的心 基本上就是發心修行正果 發心 這個是發心 就是 它基本上是這樣 發心 修行 現在講到修行 然後這個是正果 這個是得到解脫 正果 這個是到達目的 你希望獲得什麼 你必須要做些什麼 然後你能夠得到什麼 基本上是這樣 那你 你發什麼心 發真上身心 真上身心 真上身就是 現在 現在要比過去好 未來要比現在好 下一輩子要比這一輩子好 能夠延續 讓我更好 好還要更好 真上身 要修什麼 修五戒十三 五戒十三 那你目的就是要過 一般我們說的就是過幸福美滿的生活 多幸福多美滿 要看 看你五戒持得怎麼樣 食善修得怎麼樣 那麼再來講 你五戒持得很清淨 你就長壽 你不容易生病 那你不偷到 你就賺錢容易 你又有布施 那麼食善 那麼正就是生仁天 生仁 生天 基本上是這樣 過幸福美滿的生活 那解脫到 解脫到發什麼心 發出離心 什麼是出離心 做人太辛苦了 輪迴太辛苦了 那不管你多幸福多美滿 終究有結束的一天 所以 我希望 以後不要再受任何的苦 我要 滅一切苦 那你就必須怎麼樣 出輪迴 那要怎麼出輪迴 必須要 斷煩惱 就變成要這樣 所以看你斷多少煩惱 這個是出離心 出離三界的心 出離是出離三界輪迴 三界六道輪迴 那這個是在人天道 這個是不剁三二道 這個重點是幸福美滿 那麼他基礎是不剁三二道 因為剁三二道一定苦 那做人的時候 做人的時候也不受苦 因為 人是苦樂蒼瓣 基本上他是不剁三二道 沒有三土八爛 那不剁三二道 這個是 出離這個三界六道 不只是三二道不要 神聖道也不要 因為他還是會 會在墮落 那麼要修什麼 這個是修五界十善就可以了 這個五界十善 如果你是增上這個五界十善 持好五界 修好十善 那麼你就是修行 你就可以達到目的 那如果你是發出離心的 要處理三界 目標不一樣 今天你要出國 跟你要去台北不一樣 去台北坐高鐵 開車就可以去了 甚至騎摩托車都可以去 甚至走路都可以去 久一點而已 那如果你是要去國外 走路走不到 為什麼 中間有海 走不過去 你必須要坐飛機或坐船 那所以 這個風法就不一樣 要修什麼 三學八正道 要修 除了戒 戒不是五界而已 單單五界初不離不了三界 只有五界初離不了三界 所以 至少要八關齋戒 離五玉的八關齋戒 五界沒有離五玉 五界只是 只是不照 不照三道一望而已 你除了不照三道一望 你還必須有其他的 三學八正道 三學是戒定位 然後 基本上就是八正道 修八正道 這是五界十上 那得什麼 得四雙八倍 得四果 出果二果 三果四果 那究竟是得阿羅漢 究竟是得阿羅漢 阿羅漢果是最究竟就是解脫 那但是得出果以後就肯定可以得阿羅漢果 基本上是這樣 如果是菩薩大佛 那也不一樣 阿羅漢果是菩提心 然後 菩提心就是要成佛的心 那為什麼要成佛要度眾生 那要修什麼呢 修六度四色 這個就是修行 如果你 如果你要成佛 那麼你單單修戒定位是不夠的 因為你沒辦法度眾生 那如果你要成佛 你單單修五戒十上是不夠的 成不了佛 所以他必須要六度四色 他必須要六度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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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最後是什麼 就成佛啦 就成佛啦 就成佛 好 那麼這個 這個我們把它叫做世間 世間道 世間法 這個是世間道 這個是世間道 這個是出世間道 這個是出世間道 這是出世間道 就修行 就出世間道 這個是出世間 在世間 他就不攬著世間 雖然可以斷煩惱解脫 但是他在世間 就度眾生 是出世間 基本上這個是佛法 佛法一個最 最概要的說法他是這樣 好 那你說那修行 什麼是修行 那如果從這裡來講 那這些都是修行 但是你怎麼知道要怎麼修 那五戒要辭哪五戒 要辭到什麼程度 什麼是辭戒 什麼是犯戒 什麼是辭戒 什麼是犯戒 那你哪裏知道 那我不小心殺死一隻蚊子 那算不算犯戒 算不算犯戒 那怎麼樣才算犯戒 要據五元成犯 那什麼是 同樣是犯戒 那有根本戒 簽戒 那什麼樣是根本戒 那這些你都要知道 那麼所以那這些從哪裡知道 從經書後聽人家講 都多聞知道的嗎 那麼這個所有的層次 這個就是道 這個就是道 世間道 出世間道 世出世間道 解脫道 人間道解脫道不再道 那這個都是修行的宗旨 修行的宗旨 就是 你為什麼要修行 他有一套理論 那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 持五戒之上可以生人天 你怎麼知道 修三絕霸就到處可以得解脫 那你怎麼知道解脫的國有 出國 惡國 三國 四國 那你又怎麼知道 菩薩道要修六度四色 是哪六日哪宿色 那要先修什麼 要用這什麼心來修什麼 要用什麼心來修 什麼心來修這個六度四色 要用什麼心來修三絕八真道 要用什麼心來修五戒之上 你怎麼知道呢 他有一套理論 所以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這個是第一個 你要先確定 然後 確定了之後 我說我確定 我想要過 未來幸福美滿的生活 好 那 你 你這個發真上身心 好 我就告訴你 就好像說 你是 你是 想要賺錢 或是你想要 身體健康 這是不同的嘛 那不同的就有不同的方法 你想要富有 或是你想要身體健康 或是你希望能夠家庭美滿 那不同的需求 那不同的需求就有不同的方法 那 所以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一定會帶來 修行的次第跟方法 這個就是修行啊 什麼叫做修行 修行的次第 那好 第一步要怎麼做 接下來要怎麼做 要做到什麼地步 才算是完成 才算是圓滿 這個你要知道啊 這誰告訴你 你怎麼會知道 你要透過學習 那所有這一些 等一下我們再來講 修行的次第和方法 修行的方法是什麼 比如說修行的方法是三學八正道 好那三學第一個是修什麼 要持戒 要持戒 如果你還沒學佛 那 五戒 如果你在家居士 你就要持五戒 或者八關在戒 如果你出家 撒咪撒咪尼戒 比丘比丘尼戒 如果 如果你要成佛 還有菩薩戒 每一個戒不一樣 你看 我們的成佛之道 五稱共法裡面就講這個 他都講戒定位 但是 你看你的目標哪裡不一樣 如果你只是要增上身心 你把五戒吃好就好了 你肯定就不割三二道了 但是現在不割不代表以後不會割 下一輩子不割不代表 過了幾世以後你不割 那不一定 只會你正見真善 那麼所以 他有方法 方法裡面有次第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應該這麼講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然後才告訴你什麼 然後最後才告訴你 修行的殊勝跟功德 那你這樣做到什麼地步 會得到什麼樣的結果 你現在這樣做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你一直做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你做到究竟圓滿可以得到什麼結果 就像這個 修行的殊勝和功德 功德就是作用 那你看他就是這個 好 那這一套 這一套理論 他基本上都是這樣 都是這樣 那麼修行的方法 修行的宗旨和理論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修行的殊勝跟功德 你怎麼知道的 你怎麼知道要怎麼修的 都是 透過哪一個次第而來的 文師修正 這個是 最後這個是正 這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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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正 正得這個 然後要這樣修 那你怎麼知道要這樣修 透過文跟師 透過文師修正這個次第 文 師 修 正 那這個修 一般就是修行 然後這個正就是完成目標 那尤其是念佛 拜佛 誦經 詞術 就很多了 但是不是 不是這樣就修行 不是 他只是完成某一部分 就好像 你不是三歸一 你就不割三一道 不是 你要知道三歸一是歸一什麼 要怎麼樣才算作歸一 不是 那麼 這個送經吃素 反正很多 那麼打坐 反正非常多 那麼這一些都在修行的過程中 但是你這樣做的目的就是 你行就是行為 你所以這樣做的目的 所以是後面有一個宗旨在 那你要先想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看佛經 你沒有學習佛法 你的修行方式就不是這個 比如說你看可蘭經 你看聖經 那麼 他的修行方法就一定可能不是這個 你看伯爵犯經 就可能不一樣 那他們也在修行 難道他們不修行嗎 外道修苦行也在修行 他也修行 但是 說你佛教徒你的修行 基本上 你要正確的理解 正確理解 你所聽到 所看到的 所聽到所看到的 聽到看到的 這個理論 修行的宗旨跟理論 那麼 也許透過人家跟你講 你知道 也許透過你自己看書你知道 也許透過現在有網路 以前沒有 透過網路聽經你知道 那你雖然知道了 聽到了 但是你想的不一樣 那可能也沒辦法 出錯誤 你沒有正確理解 叫做如實知如實見 你沒有正確理解 佛陀 佛陀講經那麼多弟子 有的正果有的沒有正果 有的甚至像三二道 徐家里也多二道 多弟 提摩大多也多第一 那有的也沒有正果 為什麼 佛陀一樣這樣講 他跟耶摩家講 耶摩家聽完了之後覺得 阿羅漢死後就斷面了 那麼 有的居士認為 有的徒弟認為 這個佛說 佛說這個 這個無意不是正道法 你看 佛是這樣講 但是他聽的時候 自己想錯了 佛這樣講 但是 你那樣想 你想的跟佛講的 不是同一個意思 甚至你聽錯了 那麼 這樣就沒有辦法 不正確 不正確 你的修行宗旨跟理論 就是錯的 你的修行方法跟刺帝是錯的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得到修行的殊勝跟功德 那就沒辦法 所以他一定要透過 正確的理解 正確的理解 一定要透過 聽聞 聽聞佛法 聽聞正確的佛法 聽聞正確的佛法 一定要透過所謂善知識 這樣你才有辦法 所以 修行的過程 一定不管你是 不管你是仁天道 解脫道 還是菩薩道 他都不離開 文思修正 的這個次第 那麼 文思修的過程 就是修行的過程 文思修的過程 就是修行的過程 然後 之後才能達到你的修行的目的 正 正得你修行的目的 其實這個就是修行 那麼 從另外一角度看 這個是從這整個理論來看 如果你說那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在修行 怎麼看得出來 很簡單 他 他這個觀念 有沒有比較理解 他知不知道他念佛在做什麼 他 念佛要怎麼念 才比較殊勝 很簡單嘛 你說這個人去學炒菜 那麼 他有沒有學好 他學的有沒有作用 就知道他回來炒菜 怎麼炒就知道了嗎 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那有學跟沒學一樣 那修行他最重要 你說好 那麼你仁天道 仁天道 那麼仁天道要持五戒時善 那他有沒有辦法克制 戒重要的克制 克制他的情緒 不去造惡業 不去造殺到遺忘的惡業 有沒有 有 那他 他就是 在連天道 他是修行 在連天道修行 但是他還沒有在解脫道修行 他在連天道修行 那是有的啊 他努力去行善 很樂意不思 那如果在解脫道修行 那麼他必須要調補他的煩惱 然後最終他的目的就是要斷除煩惱 那這個沒有 這個只要克制他的煩惱 調補他的煩惱 他不用斷除煩惱 他只要罪惡的那一部分去掉就好 那這個必須要 但是重點都要克制煩惱 而且要增長什麼 增長慈悲跟智慧 這兩個一定要 比較精進 或是比較 比較 這個忍辱 比較 心比較好 比較替別人想 那比較 比較能夠忍耐 比較能夠吃苦 那比較隨眼 反正就是 他比較沒那麼煩惱 很簡單講 因為煩惱 煩惱就會讓你造業 煩惱會讓你受苦 煩惱會讓你不得解脫 煩惱會讓你度不了眾生 反正就是這樣 煩惱會讓你 下三惡道 初衷的煩惱會讓你下三惡道 所以這個初衷的煩惱沒有 那麼只要有煩惱就會讓你輪回 所以你必要把煩惱斷進 那這個要讓自己不造三惡道的煩惱 所以初衷的煩惱不能有 初衷的惡業不能有 那這個是一絲絲維繫的煩惱都不能有 那這個不是 除了不能有煩惱 還不能讓別人起煩惱 那除了自己沒有煩惱 不讓別人起煩惱 還要幫助別人 調伏煩惱 引導別人斷出煩惱 這個就不一樣了 那你有煩惱 你自己有煩惱 你怎麼可能調伏別人的煩惱 他不會的你也不會 那你會的你不一定能夠叫他會 你跟他沒善緣嘛 你的智慧不夠 你的慈悲不足 那麼 你跟他沒有善緣 度不了他 你度不了他你就不可能成佛 所以他要六度四色 他重點在 重點 這個六度是讓我們超越 那麼四色是色色眾生的 你沒有四色你也沒辦法六度 所以 基本上 這個是整套修行的 一個 主要的 一個概念 那你說什麼是修行 文師修正 他就是修行 你之前 你說你不是要醫治病人 怎麼一直在看書 你沒有經過醫學院七年的經驗 你怎麼知道以後病人要怎麼看 不知道 所以他文師修正的過程 基本上 基本上 他就是一種修行 你說 讀書是不是修行 要看你的目的 如果你只是無聊 看看書 你看什麼書啊 你看《山口眼力》 看《水壺傳》 看《彭羅夢》 這個也是看書啊 算不算修行 那就不是佛法中的修行 因為 你看這些沒有辦法 讓你得蓮天道 讓你得解脫道 讓你得菩薩道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那你 就是文學 文師修都是從佛法上說的 你聽了之後 不管 不管你是人天道解脫道 菩薩道 都要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然後解脫道要斷除煩惱 解脫道要斷除煩惱 菩薩道除了斷除煩惱之外 還要有很大的慈悲跟智慧 引導別人 教導別人 斷除煩惱 那麼 讓別人不墮上樂道 讓眾生不墮上樂道 其實 修行就是這樣 那你說我有沒有在修行 要看你 那 如果你 學習佛法 那就是 這個是修行的過程 他就叫修行 其實他就是修行 那我們來看 這個九十九經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七眼金色 這個時候 尊者 傅劉納 傅劉納就是傅劉納 他就是傅劉納 傅劉納是說法定義的 那這個傅劉納 據說是很早就入涅槃了 他是早期的佛弟子之一 然後沒有多久 他就 去度眾生了 那麼 去到他的國家 他的國家那些都是比較 不學佛的 很有名 佛陀說 你的那個 你的國家 你去的那個地方 那麼那些人 比較不講道理 比較飆悍 那麼你去他們可能會 罵你 你說說罵沒關係 不要打就好 他也有可能會打你 打也沒關係 不要打成重傷就好 他說他也可能把你打成重傷 打成重傷 沒關係 不要打死就好 他說那有可能把你打死 打死沒關係 我這一生本來人就會死的 但是我為法而死 我能夠利益他們就好 你看這個人真厲害 這是標準的菩薩道精神 佛陀就很贊同他 你既然是這樣 你可以去 已經是阿羅漢了 已經是阿羅漢 佛陀 因為阿羅漢雖然不會有煩惱 但是他會退轉 他會覺得 我要 我要去利益眾生 眾生不難度 算了算了我目裂完好了 但是他 但是他有這種菩提心 真的是 也不容易 好 所以 這個佛羅那 王毅佛守 祈守佛祖 他那個是 他的國家是 蘇魯那國 蘇魯那國可能是靠近 類像巴基斯坦 什麼這個地方的樣子 好 那麼 他說 起手佛祖 退住一面 通常都是這樣 去見佛 頂禮之後 起手 頂禮 頂禮佛的腳 那有些會 用頭去噴佛的腳 那麼更恭敬的 會用 去穩佛的腳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之後 就起來 退到旁邊 站在旁邊 退住一面 都是站在旁邊 那如果是退坐的話 就坐在旁邊 那麼白佛遠就跟佛說 世尊說 這裡有很多名詞 這一經 九十九經 名詞比較多 不過他後面有解釋 世尊說 憲法 比如說憲法勒諸 憲法 憲法苦諸也是憲法 那麼 憲法有時候叫憲見法 那滅赤坦 那麼 不帶實 這是第三個 第一個叫做憲法 第二個是 滅赤坦 第三個不帶實 第四個 正相 正相 第五個 及齒見 第六個 原字絕 好 那我們先來看 那後面有解釋 是 什麼叫做憲法 乃至 總共說了六個 這世尊常論的名詞裡面 那麼有些人不太懂 就問 那像佛羅納就是善於說法的 那麼他 他把他問清楚 然後為人講 為人宣說 佛就跟佛羅納講 善善於佛羅納 能做此問 非常好非常好 佛羅納 你能夠 不明白這些東西 就是不明白就是要問 那不能 佛這樣講 你自己那樣想 想錯了 你不如理思維 你不如理思維 聽聞正法之後不如理思維 那麼你就沒有辦法 法 水法行 你沒辦法 那麼 所以 這個就是修行的四個部分 主要的四個部分 清清善事 聽聞正法 如理思維 法水法行 那我們會把法水法行當作修行 那其實 從清清善事 到如理思維 聽聞正法如理思維 都是修行的一部分 因為沒有那三個部分 你沒有辦法修行 你沒辦法修行 你不知道修行的理論跟宗旨 你不知道修行的刺激跟方法 你也不知道這樣修行的目的跟作用 那就是修行的殊勝跟功德 你沒有辦法知道 那你 這個就是盲修俠了 沒有意義 所以他這裡跟他講 非常好 傅羅納非常好 你能夠 提出這個問題 傅羅納 他就是傅羅納 他跟他寫傅羅納 我們說習慣的這些 我們就講傅羅納就好 他說 地聽善事 你看他就叫他 你仔細聽 專心聽 然後 好好想 就是要無理思維 所以一般就是地聽地聽善事念之 那麼我現在 為你講 那就是 從政見 憲法 到原自覺 這是什麼意思 傅羅納 比丘 眼見色 絕之色 絕之色 就是我們看到這個 看到這個物質色法 那麼你也知道 這個是什麼 那有些人心不在焉 看了 看是看 但沒有去想他是什麼 那聽是聽 不知道他是什麼 沒有 心不在焉就這樣 所以 食而不知其味 那麼 眼雖然看到了 但沒有去 意識沒有起分別 就是 也不注意他是什麼 類似像這樣 那現在就是 你絕之 他是什麼 就是根塵是何而生處 知道了 絕之 那麼你也知道你的心裡面 看到這個境界 你起什麼反應 那麼絕之有色灘 就是 你看到這個起灘 你知道嗎 我此內有眼視色灘 色灘 我此內有眼視色灘 如是之 那麼 弗羅娜 若眼見色 絕之色 絕之色灘 我此內有眼視色灘 如是之 是明限見法 前面說限法 那這裡說限見法 那麼 他基本上 就是法律的問題 叫做限見法 那麼限見法這個法最重要是有灘之有灘 有稱之有稱 就是說你了解你內心 你內心 的情緒反應 像我剛才在那邊寫黑白 寫白白 我馬上聞到 好香喔 這個應該是那個蘭花 就是那個 果然的香味 是嗎 對 果然的那個優香 因為我以前有 是那個 在那裡 好香喔 那個好香 我就馬上想到我以前有買過 這個香很好聞 他馬上知道 我現在聞到這個香 越來越濃 這個蘭花有時候 忽然之間你聞到就一股 很優香 但是有時候也蠻香的 好 那看花那個時候就好看 就像這樣 像我們 我們有一個居士他 常常買那個香水百合 香水百合然後去 去 貢 去我們 香林金色那邊貢 然後他一次買都買很大堆 香水百合的香好香 太濃了啦 那我剛才做 打坐 我們每天早晚都打坐 說在那裡 我聞到這個花 太香 太香不好 太濃太刺激 我也知道 我不喜歡這個香 太香了 因為太刺激了 我就坐在佛的前面打坐 然後那個花就在前面 那個花 好幾朵 那個很香 太香了 我就說你以後不要再買這種香 不要買這種花 你要不然買蘭瓜 不然買沒有香的花 那個太香了 就有一點 刺激不好 因為這個色深香味醋 太濃烈了 我們現在沒有辦法 聞到好像沒有聞到一樣 沒辦法 所以 就 盡量不要 那種 我說你買蘭花也好 蘭花的香還不會那樣 蘭花啦 桂花啦 梅花 這種花 那種香還不會那麼濃 香水百合 太厲害了 所以你會知道感覺到 心裡面 受它影響完事 但是他挖了 你又不會讓他丟掉 他供婆的 又不是供我的 供我的我就拿掉了 供婆的 沒有 沒有凋謝以前 那你以後不要買 結果他不是不買 他買少一點 沒那麼香 我說是買少一點也是香 沒那麼香就是 他買 十斤朵 買那個大花瓶 才大花瓶 太香了 真的 真的 那因為 你說 他花就在哪 我就在這邊打坐而已 然後你就要假覺到 我對這個香的反應 你心裡面就馬上察覺到了 那 我一開始是說我要克服他 後來 大概經過 大概 一兩個月 我 每次聞到這個我都起飯了 後來我就 有湯汁有湯有湯 沒有湯汁有湯 我就說 我說你還是不要買這種花好了 不要買這種花 蘭花就不會 蘭花就好看而已 它沒有味道那麼濃 沒有知道我們 就是說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忽略它 因為太濃 不然我也想忽略它 就專心打坐就好了 但是沒辦法 沒辦法專心 他聞到那個香太濃 沒辦法專心 就那個刺激 然後心裡面又覺得 哎呀為什麼要買這麼 為什麼要買這麼濃的香 為什麼要買這麼多 心裡面就 就有一點嘀咕 就有湯汁有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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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要舉止到 那沒辦法克服 沒辦法克服就叫他不要買就好了 不然每次都要 社心都要先調補過這一關 很麻煩 就好像那個太臭也沒辦法 一定要處理要不然太臭也沒辦法 太吵也沒辦法 一開始要這樣 但你公務好就沒關係了 公務沒那麼好 但是你要察覺要怎麼處理這個問題 一樣 這個東西就是這樣 所以它這裡講 其實就是有湯之有湯 這個叫獻劍法 就是 你知道你內心 自己的反應是什麼 是名相應處 還是無名相應處 那這個就是獻法 獻劍法 獻劍法 好 那麼很簡單 基本上是有湯之有湯 好 若眼見射覺知 眼見射 眼睛見到這個色法 覺知這個色法 你也知道有湯 那麼 我齒內 就是我的心 因為眼視 看到這個色 那麼起這個色湯 那我如實之 我很清楚知道我現在 心是什麼反應 那麼 就是你清楚 你清楚明白 你現在的心是什麼狀態 這個叫做獻劍法 是有湯的狀態 我現在 清楚明白 我是有湯的狀態 這個叫做獻劍法 那什麼叫做滅刺蘭呢 那有湯 什麼叫做滅刺蘭 不帶死 正向 及齒劍 原字覺 還有五個 那麼 劍射有 覺知射 不起射 貪覺 那 就是你有湯 那麼你知道有湯 這個叫做獻劍法 那麼你知道有湯之後 或是說 你建設之後 你不起這個湯 你也知道你不起這個湯 你說 我有內 掩飾色湯 不起色湯權 我有這個湯 但是 我讓這個湯消除了 這滅掉 自然就是煩惱 煩惱自然 煩惱像火在燒 煩惱像火在燒 那你會一直 想要讓他冷靜下來 調伏下來 那麼 這個 就是滅刺 那麼到他都完全不起 火完全滅掉 把火撲滅了 那麼這個就是滅刺 那基本上就是無湯之無湯 那麼 獻劍法是有湯之有湯 就是你馬上看見你內在有煩惱 基本上就是你馬上察覺你的問題 然後馬上就解決問題 或是之後解決的問題 把問題解決了 那個叫做滅刺 獻劍法滅刺 其實就是 你 察覺到你心裡面的煩惱 那麼 你調伏了這個煩惱 斷除了這個煩惱 基本上是這樣 先控制這個煩惱 所以我常常講 修行就是個步驟 第一個要覺察煩惱 就是獻劍法 覺察煩惱 這個任務修行要覺察煩惱 你要直接有湯 我有什麼煩惱 我為什麼起這個煩惱 我是因為什麼因緣起這個煩惱 好 之後我要用什麼 我要用什麼方法可以解決這個煩惱 先覺察煩惱 然後呢 控制煩惱 然後呢 調伏煩惱 之後斷除煩惱 那這個就從獻劍法到什麼 滅刺 好 那所以 這個叫做什麼 不起涉貪 不起涉貪覺 如實之涉 應該是如實之涉 不起涉貪覺 那麼如實之 不起涉貪覺如實之 他可以這裡講 不起涉貪覺如實之 那麼余涉不起涉貪覺如實之 是這樣 那麼施名什麼 滅施 其實就是無貪之無貪 那麼不帶死 正向即止見原字卷 而憑者生意意如是 他後面 後面 就是 無貪之無貪 他是 滅自然不帶死 正向即止見原字卷 全部解釋在一塊 但是這樣就變成 意思是一樣的嗎 基本上是一樣 但也不一樣 所以後面有解釋 那麼我們來看他後面的解釋 後面的解釋 他說 這是於且思議的解釋 看下面 那麼 前面我們請去看吧 由八聖道之 八聖之道法 就八聖道 那麼即此果固 顯發正法 即彼奈 來說這個法跟律 如來的正法跟如來的律 正法律 有五種項 他說你修行有五種項 那麼哪五種項呢 就是你依著經法 那麼來修行有五種項 那麼就是 八聖道 那麼這就是於憲法煩惱 所以這個憲見法 就是憲見煩惱 所以憲法煩惱 就是你 當下生起的煩惱 那麼 有無 善分別過 就是說 或有或無 你有煩惱 你沒煩惱 你對這個境界 起了煩惱 不起煩惱 那麼你都能夠善加分別 知道 我起煩惱 我不起煩惱 我起了什麼煩惱 起了貪煩惱 起了嫉妒的煩惱 起了不耐煩的煩惱 那麼 這個 這個都是 你有起煩惱 那你要常常觀察 久了你就會習慣 像我前幾天 我在我們下 前幾天很冷 不夠冷 很冷 那我剛好進去 我要 因為我幾乎天天都要上課 所以我 回去之後沒有多久就要 就要忙著 吃完早餐我就忙著 上廁所 怎樣 整理東西 今天要上什麼課 要帶什麼書 然後 要帶什麼 要不要帶袈裟 帶什麼 就要整理一下 那大概有時候6點多 有時候7點多就要出門了 做完早課 就是 已經 已經是 5點多 5點 我們大概做完早課就5點半 4點 大概4點10分 4點20分 就去做早課了 做到5點半 5點20 5點半 然後 整理一下 說6點多就要出門了 那天很冷 然後我剛好就穿飽飽的 然後 進去看 因為要 要宿習幹什麼 所以就 然後有一個法師就來找我 然後 我就到門口 就跟他講 講了很久 我時間已經在不及了 然後我又穿飽飽的 然後風又很冷 他穿厚厚的衣服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說 後來我就開始有一點不耐煩 我說好了 我不要講 然後他就跟我講什麼 你就是都是這樣不耐煩 所有人家很多事不要跟你講 我又要幹事 我真的不耐煩 後來我才講 我真的是不耐煩 為什麼不耐煩 因為我時間快來不及了 你等一下回去 就可以休息 我等一下要趕著去 趕著去上課了 我那個時間在跟你一直講 我說不要講 我知道我要趕快走 他就覺得我不耐煩 然後我又很冷 又一直發抖 我很很冷 然後他就跟我講 我也想我真的不耐煩 為什麼 我要趕時間 我等一下還有很多事要做 我要趕出門 因為時間太晚了 我就來不及上課 那你沒有啊 你跟我講完 你就可以回去休息了 你又沒有事 我當然不耐煩 後來我也覺得 太不耐煩也不好 也不能這樣 不能這樣表現 他就習慣了 他沒有跟我講 我也沒有察覺我不耐煩 就習慣 後來他跟我講 你就是這樣不耐煩 我也很無辜 我當然不耐煩 我都沒有時間了 忍得要死 那你不會冷啊 你穿厚厚的衣服 我穿薄薄的衣服 在那邊 我這幾天很冷 然後 所以 所以 這種就是 但是你很容易 因為境界 你就沒有察覺 那個心就一直轉一轉 那你察覺了你就會控制 好 那我要 好好跟他說 現在時間來不及了 然後 我等一下要做什麼 所以這個問題 我們可以 我回來再講 那這樣就好 但是我們那個時候 就開始有一點急 就不耐煩就開始講 好了好了 你不要講了啦 我等一下又怎麼樣 那個又不一樣 你看 那所以就是這樣 你就是情不煩惱 你不知道 但是他馬上跟我講 你就這樣不耐煩 我馬上知道 對 我現在是不耐煩的狀態 如果你不知道 你就更生氣 就跟你講啊 你還這麼煩 那事情就開始 往不好的方向走 對不對 所以就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學習 那這個是常見的狀態 我們很常常有見的狀態 那你要怎麼樣 當你起煩惱的時候 當然你都有 照理講我也有理啊 對不對 那有理最可怕 有理就怎麼樣 有理稱最難調伏 有理稱 就是我有理你沒理嘛 那你都沒有站在我的角度想一想 我現在衣服那麼薄 然後他會跟我講 你現在好像在發抖 我說我很忍啊 好笑 不是我很忍啊 你衣服穿那麼厚 我穿那麼薄 他馬上知道 對喔 他演我生氣到發抖 不是我是忍在發抖 那這種就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有時候在 起煩惱了有時候不容易察覺 但是他馬上跟我講 我馬上知道 我真的是不耐了 不過我馬上跟他講 我不是生氣 我不是氣到要發抖 要發抖 我是因為我太冷 你看你穿那麼厚 我穿那麼薄 風那麼大 又那麼冷 他馬上知道 是喔是喔好啊 那不要講了你快進去 人就是要 要溝通啊你知道嗎 那這個是生活的例子 生活的例子其實 我們起煩惱都是在生活裡面 不然在哪裡起煩惱 你在那邊拜佛的時候會起煩惱嗎 你在那邊滅佛的時候會起煩惱嗎 也會啦但是比較少啦 起的煩惱也不會很大啦 也不會衝突啦 你不會跟佛衝突嘛對不對 你沒有說念了很久 你會說 斯加坡你到底是有沒有在聽啊 你不會這麼講啊 那如果是人我們就會講啦 講了很久都沒反應 那你是有沒有在聽啊 那就是人 基本上煩惱都在生活裡面 可是 你第一個就是要覺察煩惱 你要養解這種敏略性 如果你沒有覺察煩惱 人家跟你講了 你馬上要反觀 那不是啊 我們聽到的時候 人家跟我們講了 我們就 開始 講了這個話就 再跟別人怎麼樣 啊怎樣怎樣怎樣 就越來越沒辦法 煩惱越來越重 通常是這樣 就是要冷靜下來 喔是喔 是這樣 啊真的 如果講過 我不知道有沒有跟大家講過也是一樣 那這部分要訓練我有一次 回家 然後看見我弟弟 那我弟弟 他是 他是講話很直啊 就直接講這樣 有時候他為我媽媽好會念我媽媽 我常常看到他在念我媽媽 然後我就很生氣 我就 我就罵他 然後他聽我在罵他 因為我看他在罵我媽媽 然後我就罵他 我回去了 然後我就罵他 他其實是好心 然後 我罵他之後他馬上跟我回一句話 那你不是出家 你在跟人家出什麼家 你怎麼可以這樣講話 我怎麼講 對我現在是出家 我跟他不一樣 他可以這樣講話 我不應該這樣講 對我 對我 那所以 人家跟你指出來 你要馬上回想 是 他是在家 他起煩惱 他不會調伍煩惱 這個是 這個是本來就這樣 他也沒有學 我是專業的 我是專業調 我是專業在調伍煩惱的 他怎麼表現得跟他沒有 那個 不要說業餘的 那個就是根本沒有在學的 一樣 你看 我是一個出家人 他是一個在家人 而且他沒有學過 我有學過 但是我們大部分會這樣 對一個在家人 引發的煩惱 因為很少生氣 你用在家的方式 去對待他 但是他看你是出家中 你應該要怎麼樣 所以有時候 你沒有調伍煩惱 那麼他 他很容易就 你不是出家 你在跟人家出什麼家 你不是在休閒 那你到底修了是什麼閒 怎麼看你好像 怎麼修怎麼不行 那你就很麻煩了 但是 但是你自己也要從這個地方 好好去想 你是專業的 所以遺教經裡面有 他說 這個 調伍稱讚這一段 應該是遺教經裡面 他說你出家 你就是要調伍煩惱 那麼你忽然之間 你稱讚是那麼大 那麼在家人起煩惱 還前有可原 因為 他沒學過 他也不會 那麼 在家人起煩惱前有可原 出家人起煩惱 這個就很不應該 他就說好像 天上沒有雲 忽然打雷 霹靂起火 這不應該 那遺教經講的這個確實也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真的是要對峙我們的煩惱 那麼我們今天要先覺察我們哪裡有煩惱 覺察煩惱 那麼你要檢查你的煩惱之後 那麼當然一下子沒有辦法就調伍 但是馬上就 是 是這樣 我們要趕快 控制 控制 不要再順著那個 不如理思維在想 那你這樣會 沒完沒了 會擴大 煩惱的勢力會擴大 會延伸 會持續 煩惱的範圍會延伸擴大 煩惱的時間會延續拉長 煩惱的程度會加轉 那麼這樣問題就越來越嚴重 你沒辦法解決問題 所以 覺察 覺察這一部分很重要 你就是透過要覺察 覺察之後就要控制 覺察之後就要控制 那這裡有講 憲法煩惱 或有或無 有亨無 憲法煩惱有無 就是或有或無 善加分別 你都能夠覺察清楚 這個叫做憲見 憲見法 或是憲見 憲見煩惱 其實就是覺察煩惱 那麼人令煩惱得離世故 命無次 這個就是調伏 乃是斷除煩惱 暫時就是斷除煩惱 離世 你再沒有煩惱 那調伏到他不限期 那個也是 你可以調伏煩惱 若行若住若坐若我 一切時鐘皆可休息 你看 那你知道了之後 什麼時候休息 二六時鐘都在休息 這個就是 阿密格已經講的 二六時鐘念佛念法念神 你面對一切境界 你有覺察 覺察就是 佛 佛就是覺意 佛就是絕照 覺悟真理的人 那麼 覺悟生理要先講 覺察煩惱作情 那麼你二六時鐘都有覺察 你就是二六時鐘都在念佛 那麼你怎麼知道 你怎麼知道要這樣覺察的 你是 文法 依法修行 你這個叫做依教奉行 依法修行 這個就是念法 那麼你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得到清淨 讓煩惱去除 煩惱去除就是 是深 清淨 所以二六時鐘念佛 念法 念神 不是 二六時鐘 阿彌陀佛 不是 當然這個也是 但這是表面的 真正的念佛就是 你二六時鐘都有絕照 就這裡講的 一切時鐘皆格修行 若行若住若作惡 二六時鐘 你都怎麼樣有覺察 我會起煩惱 為什麼會起這個煩惱 想辦法調補煩惱 用什麼方法調補煩惱 依法 念佛 有覺意 覺察而已 念法 念法 有滅煩惱 就是我要去滅除這個煩惱 講未患禮 那麼有貪之有貪 你這個方法 哪裡學的 跟佛陀學的 依法修行 佛陀說要這樣 我們現在依著法這樣 我要調補煩惱 我要控制煩惱 我要斷除煩惱 那煩惱不起來 依法 念法 你就是 照著佛法所說的來做 依法 念法 最後得到清潔 身是清潔 念神 那這個叫做 二六十宗念佛 念神 那你常常這樣 當然不退傳 沒有煩惱可以再不退傳 有煩惱很快就 就消除 那你不會多不三二道 那當然 那當然正見見上 當然得阿必八字 那就是這樣訓練 那你沒有 天天沒有事的時候 阿彌陀佛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有事的時候 有事的時候就不是阿彌陀佛了 對不對 阿彌陀佛我不見了 阿彌陀佛我鎖在餐戶裡面 等到我有空的時候才放他出來而已 你沒有事的時候當然阿彌陀佛 念得一臉的慈祥 有事的時候就不一樣 馬上變臉 真的啊 那你那個時候阿彌陀佛在哪裡 念不出來 那當然有些人會克制 咬牙切齒在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那你不用用 那你沒有辦法調悟他 沒有法 沒有法 那個時候佛也沒有絕照 你絕照不到自己的煩惱 你的真正心在起了 你不知道 你沒有調悟他 那你也不能得清淨 佛法身都沒有 你好好想這個道理啊 那你就知道 真正的無量光無量壽是什麼 真正的阿彌陀無量光嘛 無量就是沒有限制 沒有限制就是 一切實 一切處 一切人 沒有限制 你都有絕照 於一切實 就講的一切實 於一切境界 一切人 一切人 一切處 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時候 面對每一個境界 你都有絕照 這個叫做無量光 那麼 你都有慈悲 這個叫做無量壽 那你一真正的阿彌陀佛 那個時候 你有絕照 你在念阿彌陀佛的時候 那個時候就表裡合一 不然你就是行事而已啊 你像那個 你像那個小偷 你說他也帶念珠啊 為什麼 希望保佑我不要被警察遭到 他也帶念珠 你說他虔誠不虔誠 他也虔誠 他也念我 他也念 你說他跟這個佛有相應嗎 不相應 就是你的發心 你的發心要跟佛法符合 你的行為要跟佛法相應 那基本上就是 那你單單念佛拜佛 那你都不相應 那就是沒有事的時候 念佛拜佛 沒有事的時候就阿彌陀佛 有事的時候就阿修羅 你沒有辦法 就是念探念珠念痴就阿修羅了 那沒有事的時候 阿彌陀佛 念佛念法念症 那有事的時候 就念探念珠念痴 心有探念不知道有探 心起承不知道有起承 心有餘吃不知道有餘吃 就是不知道這個事情怎麼解決的 然後就想著自己這樣解決就是了 就是他不對 就是怎樣怎樣 就一直去 煩惱一直去 那你很明顯看到那個夜象 餘吃象煩惱象 那麼有煩惱象有夜象 你就會看到他的苦象 大聖請求年裡面說的就是這樣 農民不絕深山西 那麼一樣是這樣 進階為遠斬六出 就是一直進階開始煩惱一直相遜 夜象苦象 在我們底下看 他說 所以 他這裡講 若行住坐臥 一切始終皆可休息 應休息過 名為應食 應食這裡講的不帶食 因為前面翻譯叫做不帶食 因為這是不同的翻譯 不同的翻譯 尤其是 是選將大師翻譯的 這個雜行間 那是另外一個人要誰 翻譯 我看 前面我沒有把那個翻譯的意者 記起來了 在前面 求那巴陀羅 求那巴陀羅翻譯的 所以 這不同人翻譯的 所以他這裡是 前仗是翻譯的 變食 他這裡 前面他是滅次然 這個翻譯的 無次然 無次然 沒有煩惱 有煩惱之有煩惱 這個叫限見法 有煩惱之有煩惱 知道你在起煩惱 這個叫限見法 那麼 之後讓他變成 煩惱消除 調補 這個叫做滅次然 不無次 那不帶食 這裡翻譯做硬食 就是 不用再等待時機 馬上 即食 即食就 讓他煩惱消除 正向 在我們底下看 倒滅盤顧 名為引導 那麼 這個 喬拉巴陀樓是翻正向 那這裡是翻引導 就是 你 你 趨向 其實就是趨向 那麼 往那個地方去 趨向什麼 趨向涅盤 那麼所以 就是向解脫 這我們說的向解脫 倒滅盤顧 向解脫 因為 解脫就是沒有煩惱的狀態 沒有煩惱欺負的狀態 那你有煩惱 你有煩惱 你就能夠馬上的 隨時的 知道有煩惱 然後 你馬上知道有煩惱 而且 很快的就把煩惱挑剖 那麼這樣的 這樣的 這個心是驅善面盤的 其實講這個心事 好 所以叫做引導 它是寫正向的 不共一切諸外道 明 為此見 那麼 求那巴佛羅斯翻 吉此見 就是 就是要這樣 其實 佛法就是要這樣修 那麼 也可以說你當下 吉 吉死就是 吉死 吉死 當下你就可以知道 那 我有貪之有貪 我無貪之無貪 那麼你也知道我這樣 因為你很清楚嘛 你是為了解脫這樣修的 我這樣可以趨向解脫 向上 向上 但是他這裡說的是 說的是 這個不共一切諸外道 那因為解脫是不共外道的 那外道方法沒有這樣 他沒有以段凡朗為主 所以他並不趨向解脫 那麼他說你這樣可以向解脫 那麼你 一般他說為此見 前面是吉死見 那麼 那麼吉也有可能是當下 就是你這樣做 你就是這樣做 那麼你就可以 得到解脫 可以向解脫 所以也可以講吉死見 向解脫 就是吉死的見 就是你有煩惱 知有煩惱 你有這種知見 你有這種絕招 那麼他就是可以向解脫的 所以前面是叫引導 正向 硬死 當下 那麼這些都是 都是當下就發生的 當下起煩惱 你當下知道 當下調伏煩惱 那麼 這樣的狀態 就可以當下 向解脫 那麼你也知道 這個就是 這樣的當下向解脫 你也可以看見馬上 調伏煩惱 你就馬上看見自己 沒有煩惱 馬上知道自己是沒有煩惱 無灘是無灘 所以前面 就是 憲見法跟滅惱 就是憲見法跟滅惱 它這個是放在滅惱惱底下 沒有煩惱底下 那麼前面憲見法 後面滅惱惱 不帶死 正向 吉死見源之解 都放在滅惱惱底下 都放在無灘之無灘底下 那所以就是 無灘之無灘 這個就分兩部分 就是說你無灘之無灘 調伏煩惱這一部分 跟有灘之有灘 煩惱生起這一部分 煩惱生起就是擠 那煩惱消除就是滅 那你滅是哪裡來 從未萬里來 所以就擠滅未萬里 他這裡是在講這個 好 那麼你擠的時候 就是生起的時候 煩惱現起的時候 你知道 你眼睛 就是你要察覺 眼睛看到這個色法 耳朵都像這個森法 你察覺你知道 知道了之後 知道了之後 你馬上 依法調理 你的心力用在調伍煩惱 而不是增長煩惱 那我們大部分 心力都用在增長煩惱 那你還這樣講話 這樣就開始 你煩惱越來越正 然後講話越來越醜 行動越來越粗暴 就變成這樣 那你的心力都放在調伍煩惱 所以 你這樣的動作就是 把煩惱調伍 沒有了 沒有 無貪之無貪 沒有煩惱的狀態 清靜的狀態 那麼 你 當下 硬死當下 那麼是趨向滅盤的 而且是 你馬上自己 當下也知道的 即時見 當下就可以知道 那麼 原自覺 就是 你自己 自知自作證的 基本上是這樣的 那麼 就是 你可以 當下 馬上 自己 就知道 而且 你 如人 飲水 人卵之之 其實就是這樣 你當下就 知道 這個是清涼的 這個是解脫的 就滅次郎 清涼的 解脫的 沒有 喜福的 你的心 當下清涼 解脫 沒有 喜福 那麼是無貪的狀態 是清淨的 清淨的 清涼的 解脫的 那你這個是 你 你當下體驗的 當下就知道的 那麼這個叫做什麼 原自覺 自己覺知 所以要覺察 從覺察煩惱 那有煩惱拿起 憲見法 你知道 那接下來 就是調伏煩惱 控制煩惱 調伏煩惱 斷除煩惱 接下來就是這樣 那麼 當你把煩惱 調伏還是斷除了之後 不起煩惱不起之後 你馬上 馬上 當下 你就知道我這樣是想解脫的 我這樣是清涼的 我的內心是清淨的 基本上是這樣 那麼 這裡就是幾個 我們說 這幾個明相 佛說這個經之後 富羅那比丘 聞佛所說 歡喜奉獻 看到第100經 六路處的第100經 他說 有這麼一天 佛在起眼睛盛 那麼世尊跟比丘講 大海者 漁夫所說 非聖所說 就是一般說的大海 那是凡夫世尊 說的大海 佛法裡面說的大海是什麼 他說 這個是大小水 就是水多跟少 水很多叫大海 水聚集的很多叫大海 佛法的海不是這樣 佛法的海是夜海苦海 那這裡再講 這跟普文品裡面 說 普文品跟這一經有關係 那麽 若人欲入大海 求取其寶 佛法裡面的大海有兩種說法 一種就是苦海夜行 一種就是 功德行 就是佛法 像大書以為講 佛法如大海 大海裡面有很多 很多珍寶 大海裡面有很多珍寶 那你要入佛法大海裡面去求珍寶 這是一種 那一種就是 苦海跟夜海 那麼眾生在苦海裡面 在夜海裡面 沉默 就是投出頭目 那你要超越這個苦海 那到彼岸 到彼岸 這有兩種說法 好 然後我們底下看 他說 這個跟 100經到106經都是這樣 都是 都是大概同一類的 同一類的 106經也是這樣 那我們來看 他說 大海者 遺乎走說 大小水 水很多的叫大海 那麼這個是世間的說法 那佛教的佛陀的說法 什麽叫做海 掩飾盛了 其實就說凡人海 他也是很多 但不是水多 是煩惱多 眼 眼睛 那麼看見 認識這個色之後 就是跟程式 一樣 愛念 懶著 貪樂 佛法裡面常用的 貪愛的 貪愛的幾個名詞 這四個 愛樂 愛樂懶著 他這裡是 愛念懶著貪樂 那通常是 愛樂懶著 堅住 貪愛 歡喜 愛樂歡喜懶著堅住 愛樂讚嘆懶著堅住 或歡喜讚嘆懶著堅住 通常是這樣 有一個愛樂 然後讚嘆 所以如果這樣的話 愛念懶著 有分三個 那這裡 導師沒有把它斷句 那有的有斷句 愛 念懶著 所以基本上這裡 愛 念懶著 貪樂 深口一夜 視明為寒 這個叫做夜寒 地藏經裡面 夜寒 你看這個是夜寒 一切世間 阿修羅眾 乃至天人 稀於其中 貪樂沉默 這是凡夫 那麼都在這個夜寒裡面 那我們也是 眾生都在夜寒裡面 然後追求他需要 追求他想要的 那麼對於他不想要不需要的就起承承心 你看 那個蜜蜂那麼忙 天天去找花彩花蜜 那個蒼蠅也很忙 天天都去找那個長的臭的東西 去追 那麼他們兩個心情是一樣的 你看蜜蜂吃的是蜂蜜 那個蒼蠅吃的是大便 但是他們兩個都絕對很想吃 都很歡喜 那天天都忙這件事 然後蜜蜂把那個小孩生在 用蜂蜜 用蜂蜈 然後餵那個蜂蜜 再餵他 然後蒼蠅把小孩生在哪裡 生在那個大便 那個腐肉 那個實體上面 垃圾堆上面 那個漲水裡面 那個小孩就吸那些 那他們都覺得這個環境是最好的 最舒服的 眾生都這樣 那個魚 一樣在水裡面 那個蟲在洞裡面 在土裡面 他覺得最舒服 感覺都不一樣 每個人感覺不一樣 那麼喜歡幽暗的 沒有光的地方 是最舒服的 喜歡光明的 他會離開幽暗 到光明的地方 那個是最舒服的 所以 眾生在六 這個都是一夜 自然而然 會有那種取笑 每一個人 都樂於追逐他這一線 那麼如果是我們看 我們看兩隻雞 兩隻狗 只是為了搶一塊骨頭 兩隻狗只是為了搶一塊骨頭 那麼打得 打得你死我活 從我們人來看 哎呀 就一塊骨頭嘛 幹嘛 幹嘛要這樣 但是如果從天人 看我們 也是這樣 跟我們看 兩隻狗在搶一塊骨頭一樣 那就那 就那一點點利益 不過就是 為了吃的 為了穿的 為了住的 為了一點錢 為了一點利益 有必要這樣 那實在是 沒有意義 那從聖者看天人 那也是這樣 就我們看動物 然後 然後這個 天人又看我們 也一樣 所以你看那個 佛頭 杜蘭陀就這樣 這個蘭陀 蘭陀的太太非常漂亮 就是我們說有請國請 陳德更美貌 那蘭陀也很莊严 蘭陀有三十項 這兩個也是男才女貌 蘭陀的 蘭陀的太太叫孫陀麗的樣子 孫陀羅蘭陀 他也都叫孫陀麗 孫陀羅蘭陀 孫陀羅 非常漂亮 後來 蘭陀 跟佛出家之後 一直在想他太太 所以佛陀就帶他去天上 前去帶他看那個猴子 那個母猴 你說母猴漂亮 其實他就是一個 跟這裡一樣 母猴漂亮 還是你太太漂亮 那個母猴哪里能看 當然我太太漂亮 你從人的角度看 當然你太太漂亮 你問他的母猴 你太太漂亮 還是他 他太太漂亮 他一定講他太太漂亮 對不對 他用講 他 他當然 一定覺得他太太漂亮 那隻母猴比較漂亮 對不對 哪有可能你太太漂亮 不可能 所以這個就是眾生的業力的問題 他其實讓他了解 其實眾生隨著業不一樣 所以他說 他帶佛陀去看他那個 看猴裡面那個母猴 你看那隻母猴 你認為你太太漂亮 還是那隻母猴漂亮 開玩笑 那個母猴怎麼可以跟我太太比 他又帶他去天上看 你看這些天女配上 還是你太太漂亮 那我太太就好像母猴一樣 你看 這個是人他基本上一業力 所以說蒼蠅看到大便 就像我們看到飯糕一樣 他很香 而且很好吃很美味 不一樣 所以 業力會讓眾生他自然而為人的長那一步方去 那麼他樂在其中 他樂在其中 天人看我們追求這些世間的無益 天人還有無益 他的無益更高級 他的無益更高級 他就覺得 那種 那種也值得為這樣這忙一輩子 沒有意義 但是如果無色界天的天人看到色界天的天人 他又覺得色界天的天人太低級了 色界天看玉界天就覺得你那些太低級了 玉界天看我們也是太低級了 我們看那些動物也一樣 都一樣 一級一級 都沒有比較高級 甚至 再來看繁複 繁複世界很好 為了這一些短暫的 這沒有多久 天上有還有一千年兩千年 這幾百年 那為了這一些 照很多月要去受幾萬年的苦 那麼又不一定有 有了也只是那麼一點點的 就兩隻狗 搶一個骨頭 就給你搶到 就給你搶到 那也不過就是一個骨頭能夠啃多久 能夠有多美味 對不對 那為了那個骨頭 腳受傷 有受傷 然後反目成仇 然後咬到這個樣子 你看 你會覺得 哎呀多不值得 多不值得 然後我以前 鄉民是有養 養了一個色牆豬 有養那個豬 那一個豬 那個豬 真會吃 吃到肚子差一點 就磨到地 他說控制剛剛好不會磨地 然後那隻豬 發前期 他就去找我們隔壁那邊也有養母豬的 他就去找 他找 找的時候 然後 因為從我們鄉民室到那個前面 在路口那邊 那邊有養豬 那他就去找那個母豬 那找那個母豬 過程 中間有很多野狗 他就被狗 好多隻狗攻擊他 然後掉到水溝裡面 我們去看怎麼沒有回來 他掉到水溝裡面 就趕快去把牠抱回來 把牠 敷山了 弄好了 過了不到是兩個禮拜三個禮拜 牠被咬到這樣 遍體淋上 牠好了馬上又去找 後來被咬死 你看 這動物就是這樣 人也這樣 不要說動物 為財為色 結果基本上就被咬死了 我說這個是學不乖 牠習慣 牠業力就是這樣 會驅使牠這樣 牠都不曉得 牠也知道啊 牠被咬過 出門就很多隻狗攻擊牠 牠一隻豬 沒有辦法抵擋這麼多狗 可是 牠散疤好了忘了頭 馬上就去了 然後沒有多久就被咬死了 我說請我妹妹回來去看 咬死在那裡了 真淒慘 人也是這樣 再歧視想人也是這樣 為了這些名利 怎麼樣 兩國戰爭啊 兩村鬥蟹啊 兩人打架 都一樣 都一樣 所以你看清楚這個東西 就表示他的 夜海不斷在轉 不斷在轉 所以他這裡講 他說 我們這樣底下看 他說 一切世間 阿修羅眾 乃至天人 就是 從人 天阿修羅 虛於其中 貪熱沉默 那這裡沒有三二道 其實動物也是這樣 出生道也是這樣 不過出生道比較苦 軌道也是這樣 出生道跟軌道其實也一樣 大概只有地獄是沒有熱的 地獄以掃苦為熱 地獄以掃苦為熱 其他都還是有一點熱 但這個熱也不是真熱 那麼這裡是講的 就是 從阿修羅眾來自天人 都在其中 貪熱沉默 那你說無色界沒有這些也是一樣 他貪那個急俱 貪那個禪修那個熱 所以有色貪無色貪 那一樣 他只是比較高級而已 如狗肚章 那麼 這個狗肚章是狗中的 狗肚裡面的臟 就是內臟 狗肚子裡面的內臟 那麼一般就是狗肚子中的腸子 內臟 如亂草運 那麼狗肚章難喘的翻譯是 打劫的線球 那麼因為 狗肚子裡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就是 那個就是一圈一圈 就是 雜亂如髒 如亂草運 亂草運就是 這個雜草 雜草 那水中 水中這些雜草 那麼糾纏部 這些 糾纏 那 此事他是 皎結禪所 就是 糾纏不已 其實他在講糾纏不已 糾纏不已 那麼就是 貨業苦 貨業苦 就這樣 業 苦 業苦 煩惱業苦 煩惱業苦 因為掩飾涉 愛念懶卓貪樂 這個是煩惱 煩惱 然後造業 然後造業受苦 然後又苦又就是這樣 樂在其中 樂在其中 那麼此事他是 然後 這一次 因為過去式的業 而受這種苦 然後這一次又因為苦 又起煩惱造業 又嘲造成下意識的苦 就這樣 糾纏不已 是講這個道理 那麼 耳鼻舌身 都是這樣 這個是五欲 耳鼻舌身 這個也是炎耳鼻舌身 此事他是皎結禪所 亦富如是 也是這樣 佛說此經理 比丘聞我所說歡喜奉賢 好 那麼這裡是在說我們 在境界上有貪 不知道有貪 知道有貪 不知道要控制 調伏斷除 所以當那個煩惱 其實貪是代表煩惱 貪生死 那麼那個煩惱 不斷的循環 不斷的產生作用 那我們就因為這樣 那是不斷的受苦 又因為不斷的苦 起不斷的煩惱 所以你看地藏經也是一樣 他看那個夜海 三夜 惡 因之所遭感 共好夜海 地藏經講 三夜 貪成吃 身口意 以身口意 以身口意有貪成吃 這三夜 惡因 惡因就是貪成吃 身口意起貪成吃 遭感 有這個事件 叫做夜海 那麼他這個夜海 是地獄的 地獄的夜海 那其實六道都是夜海 六道都是夜海 那海的意思是很多的意思 糾纏不移的意思 非常多的夜 然後 101到102經 身口意業 贪成吃老病死 就分作三經 那麼 身口意 是 100經 貪成吃 是101經 老病死 是 102經 他把它分作這三個來看 那其實應該是同一部經 因為貪成吃 因為身口意的夜 那麼 有 所以是講 因為你看第2行 第2行 身口意業 市民為海 101經是什麼 貪成吃 市民為海 就煩惱海 那麼 身口意就是夜海 那 貪成吃就是煩惱海 那麼老病死就是苦海 就是這樣 這個海有三個 一個是夜海 是身口意 身口意業 非常多的身口意業 一個是 煩惱 因為身口意是 身口意 起 都是起貪政策的 所以這個是煩惱海 那麼這會造成苦 貨業苦 那叫苦海 所以這個海有三個 夜海 煩惱海 苦海 所以就100經 101經 102經 100經是在講 這個夜海 101經是在講煩惱海 102經是在講苦海 其實就講這個 好 那如五根 這裡是 眼耳鼻則生 那麼六根 那麼又講六根 就眼耳鼻則生一 那這個可能就是說 那麼有的人的記憶不太一樣 好 那就103經到105經 345 就是講五根有 夜海 煩惱海 苦海 講六根 一樣有夜海 煩惱海 苦海 那麼一樣有三經 那時候103到105經 是這個意思 好 那106經 好 那麼106經其實跟100經也是一樣 只是他講的比較詳細一點 那這個跟我們說的 這個 普門品 基本上就 有一點點關係 好 那其實106經跟100經也差不多 但是他沒有講那麼詳細 那你可以把這個 對照普門品 那你大概也可以 差不多 知道 普門品在講些什麼 他說有這麼一天 佛在極遠近色 這個時候佛跟比丘講 所謂海者 世間於福所說 就世間說的 不是佛法裡面說的海 佛教裡面說的海 不是世間那個海 世間那個海 只是水很多的意思 大水叫海 小水 叫河 或是叫湖 比較多的水叫海 比較小的叫做湖 那不一樣 大小水 沿是人之大海 他這裡講 就是說 那這些海 你看 沿 他這裡講六根就是海 那為什麼這麼講呢 其實就是煩惱 其實講煩惱 那煩惱從哪裡來 煩惱從六根對六成 起不如理思維來 需要分別來 其實他是說這個意思 所以叫做掩飾人之大 就是非常多的境界 就非常多的境界 我們眼睛看到非常多的境界 那麼這些境界就是波濤 海浪有波濤 那波濤就心裡面有情緒 情緒的反應 像海浪一樣 一波一波 基本上他講這個 若人堪忍 所以 你要 對這個境界你知道 你的心不為所動 所以 那個 二十一有一個劑 解脫的劑 六路促長對 不能動其心 基本上就是 就是 你在 六根 那你有絕躁你才能不動啊 你沒有絕躁哪裡會動 哪裡可以不動 你要有力量 你有絕躁你還有力量 就是 不是無知的狀態 不是無力的狀態 你才有辦法 控制煩惱 所以平常的時候要培養力量 讓心有力量 然後煩惱的時候可以對抗 主持講的 如一人與萬人敵 因為海浪很大 大海海浪那麼大 那你一個人 坐一條床 類似像這樣 眼睛看到 眼睛看到境界 開始起煩惱了 那個煩惱就是那個心情 就像海浪 在翻湧 在翻湧 好那你稍微忍耐 稍微忍耐 忍耐不住 你就被海浪翻過去 就這樣 他在告訴你這種境界 那確實我們都是這樣 那個心情就像海浪 那稍微稍微震動 微風就稍微震動 颶風就不是啦 就整個翻過去了 所以 若人堪忍射波濤 就是 那個境界就是波濤 會讓你起心動念的嘛 你這樣講 你給我這個臉色 你這樣對待我 那個境界就讓你起波浪 心起波浪 其實就是這樣 煩惱波浪 那麼得渡炎大海 如果你不起波浪 那個波浪是你自己 你自己的心引發的 那麼如果你可以 你可以調伏下來 那麼你就可以度過這個大海 那個波浪太大 你就會在海裡面翻船 他就講這個 所以你就能夠渡炎大海 就是因為眼 因為眼睛看到這個色塵 那麼所起的心理的不如理思維 所起的不正當反應 過度的反應 過度就海浪很大 那麼假設你能夠調伏下來 看能夠控制好 普遍民主要講這個 那麼 露大海球體驅飽 那麼黑風球體驅飽 有一股黑風 球體驅飽 你本來是這樣想的 但是 那個煩惱來了 壓抑不住 起了煩惱壓抑不住 那麼 你就會怎麼樣 飄逗羅刹鬼國 就會 起承認心 一樣 所謂得度眼大海 淨於波濤 其實就是煩惱 波濤洶湧 讓我們會去造業 回復珠水惡蟲 回復就是漩渦 你就在這一些 這一些海裡面 不斷的轉不斷的轉 那海裡面有什麼 有羅刹有女鬼 那你看 飄逗羅刹鬼國就講這個 假使黑風吹起船返 就煩惱風啊 就是 波濤就起讓 煩惱浪 夜風煩惱浪 然後你就怎麼樣 飄逗 飄逗羅刹鬼國 你看 回復珠水惡蟲 羅刹女鬼 就繼續講這個 那個時候如果你能夠 你能夠 心靜下來 起 智慧的心 起慈悲的心 能夠觀智障 能夠 持眼 能夠起心 那你心不起波浪 這個時候就是 假使這個時候有一個人能夠念觀音菩薩 一樣 能夠念觀音菩薩是什麼意思 堪忍色波濤 所以觀智在菩薩度一切苦惡 那麼你用慈悲心來對峙你的承認心 你有絕躁的心你能夠觀察這個煩惱 有貪之有貪 無貪之無貪 你能夠照見五雲皆公 你不要說照見五雲皆公 照見這個一切都是延起無常的 你能夠這樣觀照 那個時候也叫做念觀音菩薩 所以什麼叫做念阿彌陀佛 什麼叫做念觀音菩薩 這兩經都跟我們講了 你看 什麼叫做念佛念法念生 那這個時候你能夠念觀音菩薩 那麼 這是什麼樣 貪忍色濤波者 得度眼大海 你就不會墮入羅刹鬼國 羅刹女鬼 這跟普文品有關係 普文品基本上是一種經驗在演化的 告訴你 舉一個故事告訴你 耳鼻耳鼻就是境界 你在這些境界裡面 葡萄洶湧的你起煩惱 夜風遇到一個 遇到一個雷似的 就是過去是二緣 現前跟你講不好的話 給你一個臉色可以怎麼樣 你開始潑濤洶湧 那麼煩惱來了 你沒有決戰 你也體看不了 你也控制不了 開始就 就開始兩個人在演布袋戲 演歌仔戲 就這樣了 你看 就變成這樣了 然後之後就變成 羅刹鬼國 你罵我 我罵你 你說我 我說你 你討厭我 我討厭你 就變成羅刹鬼國 所以 他說 言耳鼻者生意 這個是人大行 我們都在這個境界裡面 在這個世間境界裡面 色身相會觸法是波桃 我們這個六根對六層 容易起反應 容易起反應 那不當的反應 那就是要想辦法不要起 要平安定 要平靜 內心 盧魯不動 那麼所以他這裡講 貪忍比 忍就是你能夠認識 真正的認識 而且不為所動 那麼色身相會觸法的 超過境界 那麼你就能夠 渡 這個六根所生起的煩惱海 因為六根六層 那麼所有的煩惱海 那麼你就能夠渡月超渡 那麼這個波桃漩渦 惡寵 羅刹 迷鬼 就是苦 能夠 能夠超越渡這個苦海 好 那麼 這裡講 世尊以 祭誦 說 就講了這個祭誦 他說 他說 大海巨滔坡 惡從羅刹步 難度而能度 吉里勇無語 能斷一切果 不負受於勇 勇之撥裂堂 不負 不負 荒譯 這個就是 這個祭是在總結前面的意思 總結前面的意思 那麼 就是說我們不要為境界鎖破 大海巨滔坡 就是沿著鼻子的生意 對色身相會觸 就好像大海一樣 因為什麼 因為 這個境界很多 我們只要張開眼 甚至閉上眼都有 聽到聲音 我們每天在感覺 感覺這個世界 生活在這個世界 不斷有境界衝擊 不斷有境界 那這個境界 會讓我的心不斷 不斷反應 不斷有反應 那麼 我們常常都是跟貪嗔痴相應的 那這個叫做 有羅刹 惡寵女鬼 那麼 你要想辦法 不讓控制煩惱 不要跟貪嗔痴相應 你最後才不會 受苦 因為貪真之造惡業 而受苦 散熱道的苦 散熱道的苦就是什麼 惡蟲羅刹 女鬼 就這些 那麼 你要好好的努力 這個當然是 對防護來講 有一點點困難 難度 但是你要 難醒能醒 難忍能忍 難度能度 你要度就是要超越 要超越 所以叫做超反路上 要超越煩惱 才能夠超越惡業 然後才能夠超越痛苦 然後才能超越生死 氣是這樣 那這個叫做度 你難超越你能超越 那麼 極理有無語 就是這個煩惱 極就是煩惱的神起 極極 你不會一直極極煩惱 那你不知道 你不斷不斷的起煩惱 就不斷不斷的極極煩惱 那麼 你離開這個極就是煩惱 你能夠離煩惱 而沒有一點點剩 你就是能夠斷除煩惱 你能夠斷除煩惱 那麼你當你能夠斷除煩惱 離一切煩惱的時候 一切死一切處 你能夠離一切煩惱的時候 你就能夠斷一切苦 因為苦是從夜來 夜是從煩惱來 所以 當你能夠斷一切煩惱 你就能夠斷一切生死 的苦 一切苦 而且 不再有生死 不復受於勇 不再有生死 那麼勇於涅槃 那麼勇之撥涅槃 不復煩惱 就不會在 不會 不會在 這個 這個 貪愛這個事件 那其實是這樣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說到 那麼106節 講到這個六路處 禁戒 怎麼樣去 這個是怎麼樣教我們在禁戒裡面 因為我們 每天生活都有禁戒 我們的禁戒不外乎就是 言而彼舍神力對色身相位處 我們怎麼想很重要 我們怎麼看很重要 我們怎麼處理很重要 其實就是這些 那你要是會了 其實很容易 就是說 慢慢慢慢 你就越來越順手 得心應手 煩惱越來越少 真的 會有境界 但是 不太會有煩惱 那麼會隨著你的 力量越來越強 你能夠面對的境界就越來越強 而且你覺知煩惱的程度 越來越快 馬上就知道 真的我是在起煩惱 而且你對付煩惱的力道 也越來越有力量 以前要聚很久才會聚斷 現在不要 現在一聚就斷了 就不一樣 這個是 其實都是教我們怎麼樣修行 好 我們越實踐到 我們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大家先合掌一下 願以此功德 不及於切 我等於眾生 皆供成佛道 皆供成佛道 我等於是